插機在插機展示 大家好,今天ROS Component 會為各位介紹 如何把XBMC 安裝在 Raspberry Pi 上面 XBMC 就是一個多媒體平台 在 Windows Linux、Mac 上,我們都會看到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有關XBMC的東西,可以來到 RSDesignSpark網站的博客文章,會講到有關XBMC的功能,或者架構等等。 我們要把XBMC安裝在Raspberry Pi上,首先要下載它的圖片,首先我們來到XBMC For Raspberry Pi的官網,然後我們就要按下載,然後看看我們是Windows還是Linux,然後下載這個圖片。 下載之後呢,我們就會得到一個Folder,就是RasplayBMC Win32,然後我們就按下載,然後因為我已經插了這個SD卡在電腦裡面的關係,現在我們就可以按下載我們的SD卡,然後按下載。 因為我之前已經下載了這個圖片,所以我現在就不需要再下載。 那麼,它現在就會把這個圖片儲存到我們的SD卡上面。 那麼,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圖片儲存到我們的SD卡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把SD卡放入我們的Raspberry Pi上面。 那麼,你就可以見到現在已經可以開動的了。 那麼,大家就可以把這個圖片儲存到我們的SD卡進去Raspberry Pi 之後呢。 那麼,之後再啟動電源。 那麼,大家就可以見到這個畫面啦。 那麼,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畫面的Folder的那裡觀看了它。 下載 Root File System 之後也會下載 Kernel, Bootloader 然後它就會自己進行安裝 下載 Root File System 就要安裝 這段時間都需要頗長的時間 當我們將 XBMC 安裝之後 我們就可以重啟 Raspberry Pi 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 XBMC For Raspberry Pi 的 Logo 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XBMC 的主介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主要有天氣 圖片、影片、音樂、一些特別的節目 我們可以看看影片方面 由於我已經把 Rx 的手指插在 Raspberry Pi 上 我們就可以在 Files 上 看到我們的手指 然後你就會看到 我們就看到 一部電影的避告片 我們裏開影片 在播放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一個 電影的避告片 就在我們的螢幕上播放啦 如果大家對Raspbian還有任何問題 歡迎來到 RSDesign Spark 的網站 查詢和新聞 探討和新聞 我們在坐這樣的 大空間 探討在cu討阜